中秋節到底會不會變盤 從過年、清明節、廉價、庄午節、中秋節 什麼節都會有人告訴你說會變盤 如果你這麼在意中秋節會不會變盤 我跟你一整年股票都不要做 股票不在於中秋節會不會變盤 股票在於你買的股票 跟當時的行情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單單只是要看大盤指數 上市指數那是跟著台積電走 台積電漲大盤就漲 台積電跌指數大部分就是跟著跌 變盤就分往上漲的變盤 還是往下漲的變盤 中秋節在什麼時候 通常就在9月 9月中、9月底 9月基本上通常都是iPhone發表的季節 台積電的9月、10月、11月 營收就會越來越好 隨著這個iPhone的出貨 iPhone供應鏈的個股也會不錯 中秋節我覺得會不會變盤 前後會不會變盤不重要 重要是你那時候手上 到底有什麼樣的趨勢股 它會在中秋節後營收會持續成長 股價會持續創高 那才是你要在意的關鍵 想要了解更多關於變盤的訊息 還有個股的趨勢 歡迎加我 古海大丈夫陳建成的LINE 小老鼠HIH888 讓我帶你揮出 變盤全壘打